一笔财竟在运通 会说话 上礼拜四 台积电来到缺口 收脚止跌 止跌代表开始要往上涨了 有人在守400的关卡 来到401就跌不下去了 所以你所看到是礼拜五的台积电 大涨9块半 礼拜继续上涨3块半 今天又上涨6块半 台积电当然是工程之一 所以上礼拜四 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台积电已经告诉你一切了 所以这个洗盘洗得相当成功 盘中跌了633点 惊慌失控 你看农之余额被断了55亿 你就知道散户的筹码 非常的勘劲 所以我说上礼拜四 你可以视为他起掌 因为筹码被清出去了 这个打下来 几乎达到7月份 这个低点位置附近 这就是相对低档支撑吗 所以盘中的一个讯号 浮现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相信你有跟上清老师的动作的 你是幸福的赢家 好不好 洗盘就是洗盘 不要被洗在最低点 对这个盘震荡整理 完之后还会再走高 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而且上礼拜四 我还告诉你隔天先涨再说 先涨再说 没什么好犹豫的 是不是 什么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要跟你分析大盘 就是要给你一个 正确的投资策略跟方向 盘如果看我做高表 甘丹三岁 还有多多多多多 如果连大盘方向都看不懂了 做高表要多多多多 太难了 是不是 所以我上礼拜四 已经斩钉截铁的告诉你 隔天先涨再说 礼拜五 有没有大涨 隔天马上大涨245点 融资果然大减55亿 礼拜一呢 昨天又大涨39点 今天又继续的上涨111点 这盘在台积电的加持之下 比我预期的要强一点点 我昨天告诉过你啊 这礼拜我认为是正常整理 急杀当然是找买断 那既然这个盘 连续三天的上涨 把这根黑鸡棒吃掉了 你觉得多方胜出 还是空方胜出 当天洗下来 很多人看空 很多人看坏 对 甚至有些同庙就卖在最低点 搞不好还去反手追空 结果三天就把那一根黑鸡棒吃掉了 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吃掉黑鸡棒代表多方胜出 既然多方胜出 我的策略还是没有改变 急叠还是找买点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每次最关键性的时刻 你一定要把圈老师的节目锁定住 你才会得到一个最好的上车的一个时机点 上礼拜四太重要了 这个位置 谁会告诉你迅达可以买 同样的一个位置 大盘 跌了416点 我们告诉你 迅达当天就是买点 买完之后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事前的分析 事前的动作 没有跟你拖泥带水 这就是秦老师的一个草盘风格 迅达 7月印收年长率高达60% 成长性的一家 机油股 连续三根黑鸡棒 谁会看到他 就只有在下午 告诉你 礼拜四 他就是买点 既然告诉你买点 盘中一定有动作 你放心好了 尽管是电上怎么解盘的 我就带你会怎么动作 礼拜四 没有买的 没有低点的 礼拜我马上 亮灯 礼拜再度的亮灯 今天还是亮灯 三天三根掌停板 亲爱的投票 这个位置是谁带你上车的 目前所有的投顾老师 应该就只有秦老师 精心的挑到这一档 迅达的机油股 我说他是一档 疫情的收费股票 他是做电脑的 做笔电的 目前国外居家办公的 还是很多 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在家办公要用的什么 用的一个三星产品 电脑 笔电 是不是 我有没有用金选股 精挑细选的 万中选一的 我跟亲爱说金股票 所以你要跟谁 什么样的分析来操作 这样股票的一个架构 八天超过50% 当时候低档区开始买的 当时候我在买迅达是六月营收 年长率高达120% 现在七月营收 一样啊 年增长超过60% 那么棒的一档机油股 你还记得当时候 我是用群光这档股票 卖掉 转换迅达 群光我当时候是赔钱的 你还记得吗 群光当时候的一个架构 你自己回顾一下 八月四号群光 买在91块半 隔天苗头不对 我91停损卖出 没有错吧 小幅度的停损的资金 9.32%卖掉 我9.47%资金 买这档讯达 有没有六云收 年长率高达120%吗 从这个位置开始买 换股啊 对 有没有换就是差那么多 你自己看一下群光 今天位置几块钱 今天90.7%啊 我如果没有换 群光 还是赔啊 还是等解套啊 但是 转个念头 改变个方向 换个股票 豁然开朗 八天一个时间 超过50% 一支股票 8月11日的迅达 18.5买嘛 买完有没有涨停 12号8.6再买 逢低再度承接 亮灯耶 当年买的14%耶 13号 9.7%嘛 14号22.6卖啊 就这个位置啊 8月14号 这样是超过两成 四个交易日嘛 没有错吧 四个交易日 超过两成的一个讯达 当他打下来 这个位置 有没有逢低承接 什么是低进高株 高株然在低接 哪一个动作是失后放炮 亲爱的观众 高点卖出当天公告 低点接回当天也让你知道 没有错吧 上礼拜是这个位置啊 多么精彩 你会觉得精彩 是因为他连续三根涨停板 当下你会吗 上礼拜是盘中 大跌663.0个台股 建老师用心选股 带你买进最强势的机油股 连续三根黑肩棒 打下来买啊 买了之后呢 三天三根啊 这边超过20%嘛 这边三根 其实用复利计算 其实三几%啊 总而言之 八个交易日 超过50% 难道不是亲老师 用心选股的一个结果吗 其他分析师 有选到这档股票吗 如果有选应该是跟着我后面 跟着喊的嘛 是不是 什么是领先市场 领先市场 常常有很多人 会跟着后面追随 对 亲老师的一个选股方向 操盘的一个动作 很多人喜欢模仿啊 但是领先市场 永远也让人家跟不上 这是你跟我合作的一个好处跟优势啊 所以呢 短短八天 一档股票50%啊 你自己去看嘛 八个交易日啊 一百万变成一百五十万啊 只有一档而已吗 之前的齐宏 两阶段的操作 低进高中高中在低阶 然后上去再卖 这样不是 也将近五成啊 卖掉了一个齐宏 上礼拜三 开地走高嘛 亮灯啊 我当天就想接了啦 我节目已经讲过了啊 既然当天没有接 啊 下来呢 有没有买 下来可不可买 嗯 最慢你礼拜五 61.8这边要买啊 新会员 当天61.8市价买啊 买完之后 礼拜五是不是亮灯 跌的时候 齐老师会看好一档股票 不是没有原因 不是没有理由的啊 是不是 礼拜五再不买就亮灯了 再不买 礼拜一再度的大涨6%创新高 今天又大涨了快6% 再创新高 亲爱的同庙 这样有没有超过五成啊 前面两趟就49%嘛 这边上去呢 有没有再度的增加两成以上空间 所以我上礼拜不是跟你讲过吗 有没有同庙 跟错老师嘛 去放空 齐用100张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放空哦 被夹了三根掌停板 赔了将近100万 心慌意乱 已经不知所措了 他们老师已经 不晓得了嘛 不晓得如何出力了嘛 赶快来找我 因为他知道我有做多骑红 我给他建议 再听一遍 上礼拜四 这一根跌停板附近 我叫他空单 回补反手做多 那是少赔一根了 礼拜五涨停 这两天又多了十几% 这样子 他有没有连本带力讨回来 我问你 他今天 从容不迫的 非常的高兴的 跟我通了一个电话 要成为我的尊隆会员 把他赔了100万 讨回来 如果他空单再不补 你看一下 又多了三成 准备被断头 所以当你做错方向 没有关系 改变个方向 当你选错标的 没有关系 改变个标的 当你选错老师 没有关系 改变个老师 你只要付诸行动 建老师一定挺你 为什么要跟你 推出这个情欲相挺的专案 很多人在过去 就如同我刚才讲的 操作方法不对 策略不对 选股不对 老师不对 什么都不对 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这一根场合打下来 我说四为其掌 过去的种种 忘记吧 过去的失败 忘记吧 过去我不管你赔多少钱 忘记吧 未来怎么防败为胜 四为其掌 融资断了55亿 纵使这两天增加了10亿 融资还是减少45亿 筹码还是很稳定 所以人家做错的齐鸿 我帮他转个方向 本来赔100万 现在没有赔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很高兴 所以这个行情很强 看如说故事 连续三天 把这根黑鸡棒吃掉了 想不想 所以这礼拜如果有击杀 要不要买 金老师在分析一档股票 什么是真功夫 你看一下建策 前面两大阶段 赚了124块钱 我330有卖 对不对 打下来 五天转折买点 309接尾 差了21块钱 高档卖 低档当然可以接 309接尾 真的很漂亮 因为他涨到342 本来可以赚33块钱的 没有卖 没有卖就是没有卖 所以当上礼拜四 杀下来我变成套牢 真的有点可惜啊 礼拜四杀到298.5嘛 是不是变套牢 本来赚钱的啊 但是礼拜四 我怎么面对我的观众 跟我的会员 我有躲起来吗 我又不敢来上电视节目吗 这根黑鸡棒杀到298.5 建设啊跟齐鸿一样 是三二模组的 还是看好可以低阶 礼拜四的建设 你买还是卖 嗯 你买还是卖 今天建设 有没有拉出钟昌宏 来到321.5 不然是309的买点 还是298.5的买点 两笔单 变成都赚钱了 今天强不强 在他还没有拉出钟昌宏以前 这边是不是买点 嗯 这就是秦老师的功力啊 所以未来行情该怎么掌握 需要秦老师 挺腻的 拉你一把的 自己把握一下 前面只要50% 这是给你的第一项 大礼 另外呢 超盘心法啦 这是我的金星著作 彩色金钟版的喔 不是黑白讲义喔 而且是包模包好的 你拿回去 一定是没有开封过的 全新的一本超盘心法 里面有我的签名啦 那DVD教学光碟 一并送给你 另外这个神秘的一个大礼 就是今天秦老师 要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 你想要在股票市场上 跟秦老师 成为一个合作的情人 你自己要当下决定 你听我 秦老师就听你到底 自己好把握一下 谢谢啊 再回到节目现场 陈通头部蔡老师 情意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超盘心法著作 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礼 速播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超盘心法 彩色青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通头部蔡老师 情意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超盘心法著作 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礼 速播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小鼠火下去 你该不会是从2000年前的 古代穿越而来的吧 每次穿越失控 都把我搞得好惨啊 所以这一次 一定得选一个防身武器 为了安全起见 我得选个狼牙棒 古代没有炸电集团吗 用LINE私下交易 先付款后出货 尤其在社交平台买东西 这就是假网胎 真诈骗的特征 等你把银子给它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出货给你 只要提高警觉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就好咯 欢迎大家节目现场 动力 这档股票 上礼拜三 买在一个形态突破的发动点 62买 买完这亮灯 隔天不对 63.4还是先卖一趟 上礼拜四的早盘 我说过了 有些股票该卖我会卖 但是没有卖的 比如说刚才的建策 你看到吗 上礼拜四我是没有卖的 对 买在这个位置啊 上去没卖 下来再买啊 今天呢 不是两米单都赚钱了吗 这清老师的一个操盘风格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每个会员都在看我的节目 都在跟我对时对价 亲爱的观众 你明天想要跟谁对着对价 你参加的分析师 敢不敢给你的科讯 拿出来电视上 跟你对时对价 那是一种合作默契的建议 那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啊 你参加过的分析师 哪一位敢这样做 能做到的一定少数的赢家 金字塔顶端那个少数赢家 一定有非常大的实力跟功力 才会拿出会能扣讯来跟你对价 否则大家也是 亲切公共的 对吧 老公的较快 不用负责任啊 但是拿出会能扣讯 要不要负责任 我每天都不厌其反的 在面对我的会员 我每天都拿出 我给会能扣讯 再跟他们对时对价 亲爱的负责任啊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只要参加我 任何一个等级会员 你都可以跟我对时对价 这不是在跟你呼口啊 我是在跟我们会员相呼应啊 所以上礼拜是 动力啊 63.4先卖嘛 小赚而已啊 但是赚了不跑 当天跌停板啊 58.6啊 我当天有没有告诉你 跌停板我就想接回了 我这样讲了 但是我说过 我再看一天 我会多看一天天 对 当然隔天礼拜五 接回这个位置 是比跌停板 稍微高一点点嘛 但是没有关系啊 买了还是会赚钱啊 买在一个最稳健的位置嘛 所以上礼拜我的动力 60块半接回 这时间交易跟你对过 一定成交啊 9点10分的过去呢 60块半嘛 这边是60 这条线是60嘛 所以这边是不是60块半 一个多钟头 很好买啊 买了大涨8.5% 礼拜一呢 两灯 今天动力呢 盘中一样两灯 这样有没有超过20% 你继续算 所以机会来了 真的要把握 上礼拜是那个杀下来买点 如果以后发生 你怎么面对 你怎么看待 三天过去了啊 建策 涨上去啊 那动力呢 也涨上去啊 买在这个位置啊 这样冲心高 不是二级 怕过千高耶 过千高耶 强不强 强是因为它涨上去了嘛 那还没涨呢 还没涨 我看好还是看坏 嗯 跌听板就想接回啊 上礼拜是啊 我看好还是看坏 我没有说到做到 60块半 接回的动力 这样8.5% 这样又多一根 这样又多一根 这样没有超过两成 三天而已 所以呢 行情 当然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你随时随地 要做好准备动作 因为盘怎么变化 我实在不晓得 比如说明天川普 要讲什么话嘛 或是中国大陆 那边要怎么回应嘛 那些我是没办法控制的 但当他们讲这些话之后 带给盘面的一个反应 那个量价充满形态 我是看得出来端你 你该出什么漂亮 决策跟动作啊 所以盘中 季老师陪你看盘 你会比较安心啊 知道吗 联邦克安安心 礼拜二8月18号 利空嘛 川普对华为的限制令嘛 打到跌顶板 我说四万两千多张 现在是要取定是好事情啊 最后的情况你家 来就要买 上礼拜四有没有来 来了当然按计划大胆低机啊 566交往买进嘛 隔天礼拜五涨到606 涨了40块钱的以联邦克 我怎么分析啊 上礼拜五的联邦克 我说这礼拜的前半周 如果震荡不要怕 我上礼拜五会告诉你 联邦克扶摇直上 马上大涨再创新高吗 没有 我提醒也是 这礼拜的前半周 联邦克如果震荡不要怕 这两天的联邦克是不是震荡 连它要跌 我都先跟你做预告啊 这干嘛现在说一说 这礼拜前半周 你看啊 这礼拜的礼拜一 昨天啊 有没有跌19块钱 是不是在震荡 那震荡之后呢 会怎么样 会走高 知道吗 整年妈哥今天涨4块钱啊 你们看到 收盘平盘价585块钱 有443张在承接啊 今天我盯联邦克盯了4个半个钟头 其实 585块这个平盘价 一直有人在顾啊 有人在顾啦 这是1.21分印下来的啊 有没有看到 546张啊 收盘呢 一样有400多张啊 有人在照顾的股票啊 所以呢 震荡之后 为什么走 往上 环球金 赚超过三个股本的 上礼拜是打下来到前波的起涨位置 又收脚指定也大胆买啊 等了它好久一段时间的环球金终于下来了 那就买啊 买在373 涨到390 今天涨到394 环球金啊 如果有压回当然可以买啊 有没有 如果不小心啊 稍微震一下 这边是买点哦 如果没有压回直接上去呢 那我们会就继续的赚下去啊 赚更多啊 好不好 该讲的 金老师喜欢事前讲给你听 你要懂得闻香下嘛 长青这档股票 上礼拜一 我趁他回档买啊 我不是带你去追踪高点的位置啊 对 强势个股回档 早买点嘛 收完30.4啊 我大概会买在34块钱附近啊 长青 对 上礼拜一啊 趁他回买啊 礼拜二 有没有看到 黑黑棒啊 告诉你 一样正在买方 我连买两天啊 那礼拜三呢 长青 三四点五啊 还没动啊 我都随时会拉出中长红啊 这上礼拜三的分析啊 股价还没动 告诉你会中长红 昨天长青 也没有大涨8%拉出中长红 来到36块钱 那今天长青呢 就没有涨了 因为昨天我公开了 所以有时候 清老师公开股票之后 有时候股票不涨正常 所以我偶尔还是要盖一下牌啊 保护一下我的会员 所以整长青今天跌啊 给你一个结论 它还会再涨 它当然还没涨完啊 所以这档基础股 三天转折向上买点浮性了 我今天带会买啊 今天收最高 我们今天赚一块多啊 像这种股票 有低点赶快上车 明天有低点赶快上车 否则你真的会来不及 情意相挺的一个专案 清老师 极力的挺你啊 除了前面50%之外 超版新华精心著作 彩色金双版 免费的送给你 另外DVD的教学光碟呢 一并的送给你啊 另外这个神秘的一个大礼 就是今天情人节 清老师 特别要送给你的 情人节的礼物 你想跟清老师 成为股市情人的 记得打电话进来 明天接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通头顾蔡老师 情义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操盘心法著作 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礼 速播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公手是您追求 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 0800-868-365 0800-868-365